就是这儿 估计断层门的人 已经做好了准备 你要记住 一会儿行动听我的 芥末 芥末冲动 芥末 芥末 明日殿时 考验我们五人的 可能是苍茫残局 是太阴老人 和天际老人下的那盘棋 正是 这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如今武功尽失 水泄的力量 也不如从前 若想争这天下 恐怕要另想办法 你这个人啊 就是想得太多了 敌人才想出一步 你已经想到 千万种法子来应对 但是我告诉你啊 人还是要有些 捉气比较好 不过依你这样的性子 也许还真的可以 仓无残局 不过这第一笔就是无比 不过如今 还是要想些办法 我还为纯然公主 准备了一份大礼 秦贼先秦王 你还是聪明的 不过这个华纯然 可不仅仅是 大东第一美人 性格更是与他互补 要让他从死人身上 感到好奇 而且这个人 最好是女子 比如 我 你是不是 你性子极为洒脱 于这世间极为独特 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还不如豁达一些 放平心态协助于你 也能更快地救出师父他们 你都站了一天了 喝点水 吃点东西 还有我在 跟我说说话 在这儿能看到一整个情仇 再远一些 就是王兄战死的地方 我没有亲人了 不 你还有我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被关起来了 我来看我看啊你 你是在担心我吗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种杀扫伤凶的事情 你不需要 也不屑这么做 再说了 你也没被抓起来 只是禁足在此 就说明你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你已经知道了 不止我知道了 整个雍巍京城都知道了 皇室的事情 沦为百姓笑柄 父王一定会生气吧